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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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纷纷在吉林安家 其中东北豹占全国种群数量的百分之百 东北虎幼子存活率从33%提升到50%以上 一只成年的母虎带着三只小虎从我们这个摄像头经过 在去年的时候我们都没有监测到初步判断这是一个新生的老虎家族 近年来东北虎 东北豹 东北豹频繁现身公共视野 东方白贯 白鹤等大批珍稀候鸟春季齐齐返乡吉林 这背后是多年来我们省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持续努力 下一步 我们将组织修编吉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以行动计划 全面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水平 当一个个生态产业链从绿水青山 冰天雪地间长出来 美丽吉林催生绿色生产力 孕育出长白天下雪 清爽吉林 22度夏天等旅游品牌 眼下 美丽吉林正在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在全领域推进生态环境系统治理保护 高标准助劳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全方位打造绿水青山 冰天雪地 转化为金山银山等方面 正当新型示范区 谱写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崭新故事 一季度全省外贸实现良好开局 外贸净出口实现较快增长 吉林省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文旅经济实现了开门红 今年一季度 全省户贸易进出口总值 同比增长15.5% 增速高于全国10.5个百分点 其中 出口总值同比增长6.6% 高于全国1.7个百分点 进口总值同比增长20.4% 高于全国15.4个百分点 一季度 外贸进出口 出口 进口 均实现较快增长 跑赢全国平均水平 省商务厅深入贯彻 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 坚持目标倒下 创新思路 多挫并举 一是强化国际市场开拓力度 二是提升外贸政策保障维度 三是提升外贸平台建设强度 下一步 省商务厅深入实施省委层能复 2024年率先突破行动 聚焦预主体 强政策 建平台 拓市场 畅通道等五个方面精准发力 在冰雪旅游者和假日经济效应双重作用下 今年一季度 吉林省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据综合测算 全省接待国内游客 同比增长95.4% 实现国内旅游收入同比增长107.1% 接待入境游客同比增长897.9% 实现入境旅游收入同比增长842.2% 谈到变化 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品质引领作用明显 二是优质旅游更加丰富 三是冰雪宣称营销的力度不断加强 一季度 全省五威四一级景区 接待游客同比增长106%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21% 长春 吉林 白山 延宾 基深全国冰雪游热门目的地套不实 优质旅游供给方面 以滑雪 赏雪 温泉 雾松 东补为特色的冰雪品牌 各地创新创意了多个消费新场景 长春市推出动植物公园 西游季主题夜游等 吉林 武松 沿边民俗 茶干湖东部 临海雪园 松花江夜游 秘境雪谷 冰河穿越 雪国列车 雪冻奇缘等创新冰雪产品 为游客提供了更多选择 接下来 文旅部门将从强化项目建设 与产品供给 营销推广和旅游服务保障等方面入手 努力实现从冰雪高地向四季长虹亭建 吉林省万和光电集团 一直致力于在光电技术领域深耕细作 多项技术成果以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成为北方光电制造行业龙头企业 今天我们就走进吉林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促进会 推荐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吉林省万和光电集团有限公司 这两天在位于长春市九台经济开发区的 吉林省万和光电集团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 LED路灯生产线正开足马力 企业负责人介绍 万和自主研发的这款LED路灯灯头部件 与市场同类产品相比节能25% 万和光电一边专注于LED户外照明灯具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 一边加强与省内外科研院所高效合作 围绕新能源 智慧城市建设等领域 不断创新产品类型 先后获得国家级发明专利11项 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专利90多项 眼前这款多功能智慧路灯产品 就结合了企业的多项发明专利 问事后国内外市场反响良好 目前万和光电已在北京 上海 武汉等地拥有八家下属企业 先后被评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国家级绿色制造示范工厂和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眼下企业计划投资20亿元 加快建设LED 智能芯片 稀土发光材料等产业基地项目 打产后可实现年产值30亿元 我们站在这边 就是我们万和光电集团的一个新的生产基地 建完之后 我们整个车间这块都采取全自动化 关灯车间 就是整个包括产销存全部自动化 通过大数据进行整体的智能化的管理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 4月20号 新华社客户端推出 吉林石化一季度提质增效1.7亿元 报道 吉林石化公司通过实施稳定装置运行 优化产品结构 神化节能降号及成本管控等282项措施 一季度提质增效约1.7亿元 4月19号 人民网刊发 阵型发展新突破线域型 辅松做好三篇文章激发澎湃新动能 报道说 近年来辅松县坚持实施生态强线 产业兴现 各色复现战略 人身产业示范区建设出现成效 避暑加冰雪 全域旅游多点开花 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 不断迈上新台阶 4月20号 新华网刊发 习经承担扩圈 第四届肖博会吉林展团成效显著 报道说 今年一季度 吉林省网络零售额增长16.32% 高出全国4.35个百分点 居全国第五位 东北三省首位 农村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19.46% 高出全国3.9个百分点 体量全国排名第一位 4月19号 国际在线中国新闻网播发 吉林一号 带你纵览祖国春羹画卷 展现吉林一号北星从太空中传回的 祖国大地生机盎然的春羹画卷 各地抢抓春季育苗关键期科学规划提前部署 积极开展水稻育苗工作 连日来 大安市紧抓农时 积极开展水稻育苗备根工作 在大安市信达农业育苗棚内 水稻育央生产线忙碌而有序的运转 今年信达农业采用了机械育苗的方式 提高了育苗效率 采用的科学智能化技术和标准化作业方式 确保发芽质量 卫育壮央提供了有力保障 企业还通过合作经营的方式 租赁农户土地不仅实现了规模化生产 还能带动农户增收 每年两天能育完的苗 今年一天半完全可以完成 今年我们信达公司种植严检地水稻 一万零五百亩 其中有机的三千亩 绿色的七千多亩 比去年增加了五百多亩 今年引进了两个优质品种 既能增加单产量 又能提高米的品质 在焦和市天北镇的吉林市国有资本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育苗大棚内 工人们正忙着播种盖土 各个育苗环节有条不紊的进行 企业负责人向记者介绍 今年他们通过引进育苗机 全自动喷林系统等装备 实现全程机械化 有效解决了以前育苗存活率低 质量差 人力物力成本高的问题 确保在春耕生产期间能欲壮苗欲强苗 同时采用企业家农户的合作方式 实现规模化生产 带动农户增收 我在这已经干两年了 地包完之后 我们能得一份地住的钱 在这打工吧 还能赠一份钱 我们现在不错 日子过得挺好 这几天在柳河国性设计商品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育苗大棚里 全自动水稻育苗机开足马力 可以一次性完成下底土 播种盖土摆盘的整个流程 只需要几个人的辅助 就可以完成育苗工作 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 我们的育苗土都是提前一年准备 育苗土通过一下季的堆积存放和腐蚀 杀死了育苗土的很多的病菌和虫卵 同时育苗土的透析性又非常好 特别适合稻苗的生长 为保障农户育好秧 育壮央 国网长春供电公司 组建多支党员服务队 利用网格化服务体系 深入田间地头 为百姓提供安全用电技术 指导和咨询服务 截至目前已检查8446户 对发现的隐患进行及时整改 4月20号至21号 吉林省2024届旅游类专业毕业生 创业奋斗就在吉林 留省就业双选会 2024年本科高校旅游管理类专业学生 实习就业双选会 在长春大学旅游学院举行 本次双选会为期两天 分为旅游类专业毕业生 留省就业双选会 和旅游管理类专业学生 实习就业双选会 是2024年长春大学旅游学院 举办的春季首场规模较大的 旅游管理类专场双选会 围绕四大集群和六星产业发展目标 将吉林省人才需求和留级就业相结合 邀请长春市人才服务局 东北亚铁路集团 吉林省旅游控股集团等参战企业 190多家 提供就业岗位3000多个 涵盖旅游管理 酒店管理 会展 市场营销 新媒体等领域 提供了这样一个旅游方向的 双选的一个平台 更加想留在咱们吉林省 来为咱们吉林省的旅游 添砖加瓦 把咱们吉林省委 推广给全世界的人民 我一定要抓住此次机会 找到自己心仪的岗位 来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 我相信旅游业的发展 也一定会越来越好 这场活动为企业和人才 搭建了面对面 零距离交流平台 将人才留到吉林 了解吉林 为吉林省旅游产业 做出贡献 虽然不是吉林人 但却把吉林 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今天的爱上吉林 让我们一起走进 中国科学院 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研究员 稀土资源利用 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刘伟 我的父亲一直在吉林当兵 他在吉林的部队里面 工作了30年 所以从我很小的时候 一岁开始 每年我母亲就带着我来吉林探亲 所以吉林真的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另外我在吉林也是学习了10年 在念书的期间 也和我的爱人相识相知 最后组到了一起 他也是吉林市人 所以我也是吉林的女婿 我叫刘伟 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江苏苏千人 在吉林大学完成本硕博学习后 赴海外深造 工作 后回到南京一高校任教 2023年11月 我带着团队 回到了中国科学院 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回到了我的第二故乡 吉林长春 我之所以决定回到我的第二故乡 吉林长春的主要是得益于吉林省 人才政策的不断的迭代的升级 从最初的吉林18条人才政策 到现在的优化升级到3.0版本 已经有非常好的一个待遇 吸引我来的是中国科学院的高端平台 和优秀的科研环境 和让我安心的人才政策 不仅为我在科研创新 持绳评定 到于保障方面提供支持 还为我的爱人和孩子 提供了全面周到的保障服务 比如说孩子的上学 以及家属的就业 就医 出行等方面面的 都给了我们实实在在的一些关照 这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温暖 时隔十多年再次回到这片 培育我成长的土地 继续为科研事业奋斗 为东北全面振兴 出一份力 我的信心和底气 来自于吉林省对人才的重视 在今年的春节前后 我两次受邀参加吉林省的 组织的吉人回乡的座谈会 我也做了发言 在座谈会上 其实我深刻感受到一点 就是吉林省的确是把高端的人才 当成重要的资源来看待 真的是拿出了非常大的诚意 去对创新创业的人才进行支持和帮助 希望我们这些从南方过来的人 能够扎根吉林 能够潜心的科研 然后能把我们的稀土材料做到做大做强 虽然来到吉林只有五个月的时间 但是我们的实验室已经搭建起来了 不管是启动经费 实验室建设 还是人才加入 吉林省和中国科学院 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都为我们开设了绿色通道 跟我一起从南京过来 一共有六位青年的人才 他们是在入职之后 做的是助理研究员 我希望能够在相对比较年轻的时候 能够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 我叫刘伟 这是我的故事 希望给你一个爱上吉林的理由 如果没赶上五大的樱花 那就一定不要错过极大的杏花 芳飞四月 吉林大学杏花大道上 繁花绽放春色正浓 伴随着吉林大学第九届杏花文化节 继长春大学生春日踏青季的正式启动 一份来自春日长春的邀约也热情发出 吉林大学第九届杏花文化节 即长春大学生春日踏青季 由吉林大学和长春市文旅局联合举办 开幕式上 吉林大学师生自创的杏花树下 等节目依次呈现 与杏花大道的粉红色花海遥相呼应 将吉林大学的杏花文化展现得淋漓尽致 今年的杏花节和往年比 那么有很大的创意 各个学院搞的一些创意的活动 融入了更多的科技创新的元素 而且呢 长春市文旅局的加持 也把咱们关东一些文化 民族风情也注入到我们今年的杏花节当中 赏杏花看演出 参与趣味游戏 体验飞移传承记忆等 丰富多彩的活动形式 让前来踏青的游客收获满满 带着孩子在这个节日里 跟很多人一起做做游戏 然后赏赏花 很热闹 办得很好 花开的也很漂亮 极大的这个校园文化也特别的浓厚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首个 长春春节旅游城市IP 长春大学生春日踏青季 本季活动聚焦大学生群体 辐射全国游客 以青春向北 在长春见青春为主题 将开展长春文旅 走进高校推介 文旅巡回市集 城市旅拍等活动 通过打造最美春花艺术装置 网红天桥等地标场景 让大学生沉浸艺术花海 与长春一起惊艳出圈 通过城市时光 踏青赏花 门博探索 科技研学 美食推荐等五条春季旅游精品路线 让全国大学生感受最人的长春春色 领略别样的文化魅力 我们这次大学生踏青季活动呢 是从今天起目 持续到六月的纵下去 期间呢 推出了新场景 新活动 新玩法 让大学生和游客朋友们 能够获得新的体验 也向全国的大学生和游客朋友们 发出邀约 在第29个世界读书日即将来临之际 由省委宣传部主办 多部门联合承办的 2024年书香吉林阅读季活动 今天在长春启动 启动仪式上播放了书香吉林阅读季 宣传片 阅读其实很简单 向全省发起阅读倡议 并对2023年首届阅动校园读书活动中 评选出的100所书香校园标兵 100个书香班级标兵等获奖代表 进行了颁奖 现场首次发布了 今年我省深化全民阅读活动的 众望之举 将于5月17号至5月19号 在长春举办 首届东北读书交易博览会 展示东北区域出版业发展成果 为吉林人民打造家门口的文化嘉年华 启动仪式上还分别发布了 2024年吉林省护苗绿书签行动 版权保护剂专项行动 集图建书等重点活动 并向全省发起推广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加阅读空间模式的倡议 随着新一季阅读季的大幕开启 好书评选 读经典学新知 链接美好生活等百余项品牌阅读活动 将在全省陆续开展 让书香润成香 让阅读养心灵 让学习成风尚 我觉得读书可以带给我们无限的乐趣 读书它有着丰富的内涵 然后可以丰富我们的学识 透明我们的视野 通过阅读 实践 写作 演绎 融合 进行跨学课的阅读 让学生真的能将书本和实践结合 20号 吉林省图书馆举办第六届换书大集活动 活动现场不仅有近千本旧书可以换取 吉林省图书馆还专门为读者准备了500本新书 和50份新书盲盒 内容涵盖文学 哲学 心理 养生等领域 供各个年龄段的读者选择 世界读书日前后 吉林省图书馆还将举办读书分享会等主题活动 今天吉林省有名堂读书会开启春天开卷有益 我向大家推荐一本好书读书系列活动 活动中共有20位来自各行各业的公益讲书人 向广大书友推荐优秀图书 此外读书会还向长春市朝阳青年夜校 捐赠了文学名著 人物传记等一千本图书 2023年以来 读书会走进机关 大学 社区 开展讲书 读书分享等活动百余场 我们一定要多读书 读书不一定能够延长我们生命的长度 但是一定能够拓展我们生命的宽度 提升我们生命的高度 以及增加我们生命的温度 4月21号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 建设的吉林白城乐胜500千伏 疏变电工程开工 该工程是国家第一批沙哥荒基地项目 也是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第一批大型风光基地并网项目的 重要新能源送出配套工程 工程投资4.39亿元 计划于2025年9月30号军工投产 建成投运后 大岸地区新能源销纳能力增加60%以上 满足该地区3000兆瓦新能源接网和外送需求 近日 常泰高速公路项目进入冲刺施工阶段 计划4月30号完成房间标段和东内全部工程 5月20号完成现有工作面的路面施工 常泰高速公路项目起自长春市 终点位于长陵县太平川镇 是吉林省十三五高速公路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打造长春市一小时经济圈的关键线路 对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伴随着优美的旋律欣赏吉林的浪漫春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